大家好,我是韩国存款移居项目负责人卓庚,这位是我的搭档佳琪,今天由我们俩给大家带来韩国在疫情后的一个恢复情况,以及我们近期在存款移居项目上入境客户的一个时光分享。 大家好,我是佳琪,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韩国的当地生活,以及我们客户入境韩国之后,办以厌务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诶,卓哥,最近我们仁川机场是不是人流量变比起原来来说是变多了呢? 是的,首先啊,这个从航线上来看的话,仁川机场这边的话,从2022年一直是航线增加的一个状态,那航线增加就意味着它人流增加嘛,所以呢,对比起来它是比2021年是增加了应该是三倍以上。 那你觉得入境韩国哪个国家的人流量是最多的呢? 嗯,近期应该是从2021年的2月份到4月份吧,从数据上体现的话,航线,航班一定是从日本飞往仁川机场的航线和航班数量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嗯,对,我在韩国的大街上也是觉得日本人是比原来多了很多的。 嗯,那不说日本,你觉得我们中国游客来韩国的话是去哪个地区最多呢? 嗯,中国游客的话,实际上他们去到的地区无非是三个地区啊。 嗯,第一个呢,就一定是像来到明洞,那明洞附近的像光化门啊,对吧,景福宫啊,包括一些寒乌村啊,这个区域呢称之为中区。 那第二个呢,一定是江南区,因为江南区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化妆品公司,或者说是这个医美的这个医院。 嗯,第三个呢,一定是以乐天集团为首的乐天塔,以及乐天世界所在的这个松坡区。 这三个区域呢,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的区域。 嗯,嗯,光沉也这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使光的感受到呀。 嗯,那这样,下面我们用一段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三个区域它不同的一个特色。 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下面的视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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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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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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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近的 飞机航线的话 40分钟就能到国内 所以可以说是相当之方便 而且航线也非常多 当然我刚刚讲的是什么 烟台青岛这些地方 除这些之外 从韩国飞往全国 就中国全国各地各大主要城市 都有直飞航的 是非常方便的 第五我们从国际教育上来看 这个国际教育指的是 基本上是全英文式的 这种学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像德威或者查德威克 这样的学校 叫全球连锁的国际学校 聊到这儿呢 就还有一个 就是三大课程体系 一般情况是 IB AP和ALEV 这三种课程体系 全球统一认可这三种体系 而且其中有一项是 这个IP课程 IP课程呢 韩国这些国际学校的均分 它是在这个世界整体排名上 是比较靠前列的 所以它的这个国际教育 是相当优秀的 第六点 对比了其实很多国家的这个投资 或者说是各种移民的一个方式上来看 韩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因为 第一它是存款 第二这个存款资金呢 是百分百返还的 所以可以说是零成本 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可以说是零风险投资 可以这么讲 第七点 就是说那既然 零风险 那从哪个层面去讲它 为什么是零风险呢 好 这个环节上来看的话 首先我们得了解 韩国这个移民项目是由谁来提出来的 它是由韩国法务部提出的 那既然是钱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银行了 对吧 那这个银行的话 韩国的话 银行的话 它是由这个韩国有利银行承接的 有利银行呢 在韩国的地位是什么 它是韩国唯一的一个国有银行 国有银行就意味着 它是百分百韩国国家持有的 那只要是韩国的这个国家是在的 那我们这边款项就一直是在的 而且它只有五年期间 五年之后是原本 我们投资金额是五亿 到时候返还也是五亿的 对吧 然后第八点 就是整体来讲 它办理的速度快 这是它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优势吧 因为其他不像其他移民国家的一个周期 我可能需要半年 最少三个月 是吧 韩国不需要 我们把前期的这个资料准备好 入境呢 我告诉大家只需要五到七个工作日 就是很快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投资 并且能获取身份 第九啊 就说是这个要求上 其他的一些移民国家 对于这个韩国 对于这个主申请人 我们主申请人 他是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像学历上啊 对吧 一些个人的工作经历上啊 等等等等 有很多 但韩国只要求一条 主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 在他所治疗的国家就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了 第十点呢 就是说他的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 韩国的医疗体系主要体现在它的报销制度上是非常便捷的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便捷呢 举个例子啊 我去医院看病 整体呢可能花了一百块钱 对吧 那我要去报销这个吗 不需要 只需要在结算的时候呢 体现出我们在韩国的这个身份证 也叫登陆证啊 他去刷了这个确保我们有这个国民健康保险 之后在结算的时候呢 只需要支付二十块就可以了 所以呢 它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听说我们韩国这个项目 也是已经有成立十年之久了 是这样吗 韩国项目 它从成立周期上来讲 今年的确是已经第十个年头了 项目的成立线是这样 韩国项目成立于2013年6月份 实际开始办理的2013年就已经有了 那2024年 不2014年的时候呢 的确是开始办理的人就增加了很多嘛 那这一块我们要把韩国的这个项目 其实要拆分一下 因为它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项目的 我们做的这个呢叫存款 韩国存款投资嘛 其实它还有这个韩国房地产投资 以及落后地区开发 这两种 这三种呢 其实区别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房地产和这个公益事业呢 它的投资金额其实金额呢 都是这个五亿韩币 五亿韩币 2021年的12月23号 这个时间节点上 韩国政府也就是法务部 开了一次叫移民大会嘛 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政策变革 他提出了说从2022年的后半年段开始 就要把这个移民政策发生变化 提到了以下四点变化 分别是第一点啊 就说是这个投资金额 从最开始的五亿的投资金额 上升到七亿韩币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审查资金来源 因为最开始是不审查资金来源的 所以他又强调说要审查资金来源 第三点呢 是增加这个无犯罪的一个审核 第四点呢 是就是携带 因为是主申请人 他携带子女嘛 他子女的话是这个未婚子女 现在呢 他是强调说是要把这个未婚子女 变为未成年子女 其实差了一个很多 正式实施的时间的话 辩证他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增加呢 是2022年后半年段嘛 但实际是2022年的12月26号 他第一次在这个各大出入境 是要求当时开始提交的这些客户 都有增加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这个环节 但是因为中间的这些客户 他在提交的过程 因为时间很赶嘛 他就不用对外公布 我都已经来办了 材料都准备好 你现在告诉我提交 我没有怎么办 那没办法呀 那只能是他在往 把这个时间又往后顺延了一下 顺延到了这个2023年的1月9号 从2023年1月9号正式开始 所有提交F2申请的主妇申请人 都需要提交 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个是他的一个时间线变革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点是 十年之久这个词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3年6月份 他提出了这个不动产投资的这个事项 是截止日期呢 是2023年的4月30号 当然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看到 它是已经结束了 对吧 是 2023年的5月1号呢 韩国的法务部又提出了 说是把韩国的这个不动产投资事项 往后再延续三年 并且它的投资基础金额呢 由原来的5亿韩币上涨到了10亿韩币 这个是他的一个变化 嗯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不动产是5亿上升到10亿韩币 这个金额是保持不动 没有变化的是吗 呃 目前来看是的 因为不动产调整了之后 到现在为止 其实关于公益事业的话 它是一直没有说是要涨价 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不涨价 只能说是从大趋势来讲 暂时它没有变化 是 那你刚才有讲过我们韩国的这个项目 是有三种类型吗 那你觉得我们这三种类型中 哪一种类型是更适合我们的客户 去办理呢 这三种类型因为它各有一些特点 首先公益事业它的特点 就是说是我投资这笔钱5亿韩币也罢 嗯 啊 对吧 它是存在这个韩国政府那边的 这个钱是不会动的 而且五年之后是还给你的 所以它可以说是保本性的 第二个是房产 房产这个东西呢 它是存在什么呀 我现在投资的也是5亿 就是假设现在投资的是10亿吧 嗯 投资的是10亿韩 没得买了房子 这个房子它存在增值的可能性 也就意味着它存在有可能性的一个收益 嗯 所以呢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可能性的收益就意味着 它有可能性的掉价 也就是意味着非收益的一个情况 对 那关于落后地区呢 这个东西呢 它比较复杂 它是希望有一些有 呃 制造业实力的客户呢 在落后地区呢 去创造一些就业岗位 嗯 这个呢 其实在这10年内 基本上没有人去参与过这样的一个 呃 移民方案 基本上没有 嗯 所以对比向对比下来比较 我认为啊 存款投资是目前韩国的这几个体系里面办理相对容易的 嗯 那我员 我呢 这边的话大概是组织了公益事业它存款投资的这个三大优势嘛 嗯 首先第一个呀 它一定是政府背书 而且这笔钱呢 是五年之后肯定可以返完到你这边的 而且一分钱都不会少 嗯 这是它的最大的亮点 第二呢 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子女携带啊 比起像一些其他国家的只能携带 这个未成年子女来讲 它的这种大龄未婚子女可携带也是一大亮点 嗯 那这个地方我就需要打断一下 嗯 嗯 这个你刚才说我们可以携带大龄未婚子女 对的 这个未婚子女是说 我只要是能够开具我的那个没有结婚婚的记录 这种未婚证明 我不管是40岁还是50岁 我都是可以作为那个被携带的子女可以去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 是这样吗 这种理解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未婚呢是不设置年龄的 它不设置年龄 只要是可能父母呢 50多岁60岁 嗯 那它的孩子呢 30多岁未婚很正常是可以写的 只要能提供相应的资料证明就OK的 嗯 明白 嗯 刚才还有一个点 补充一下就是第三个点 其实韩国还有一个特点 它办理的时效性是非常快的 是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入境 入境后5到7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完成办理 所以呢对于客户来讲的话 其实极大的节省它在静内滞留的一个时间 嗯 那今年2023年入境的这些客户里面 呃你有什么这种比较经典的案例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入境案例 那其实要分享的话 我认为有一组客户啊 他来的时间也比较独特 另外他办的的确比较快 嗯 嗯 是这样 他来的这个时间呢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2023年1月份 也就是新年初的那会儿 嗯 来的这个时间呢 刚好是韩国那个时间不是增加这个飞机 叫那个 Colona 嗯 审核吗 对 叫 这个新冠疫情 这个新冠疫情 Colona可能韩语说习惯了啊 呃是这样 他来的那个时间要增加新冠审核落地之后 的确是在机场啊 隔离了4个小时 做完核酸之后 出来的啊 出来结果没有问题出来的 我们第二天早上 9点去开的 就是时间检查 开货和7点 做完了之后 呃大概是这个中午11点半 我们记得10点半之前就已经开了账户了 嗯 这个客户因为他转款啊 是从这个海外的商业银 商业银行账户里面转的 嗯 所以呢 在11点多转完 款了之后 他的到达时间呢 我们记错应该是下午的1点半左右 当时客户给我 就是他给我讲嘛 说他的款到了 嗯 因为按照当时的经验判断 一般都是次日到账的 当天到账有没有有 差不多都是下午4点左右到的 没有说是到两个小时去能到 对 当时呢 我也是这边跟银行的这个 我就是韩国有利银行的这个 银行经理 反复确认 的确是这个银行款 客户的款到了之后 我这边太了解了 他款到了 那肯定是以客户为主嘛 对对 尽快以最快的时间 确认了这个 韩国他各企大输入境的这个时间 嗯 最终帮客户是约在了这个 首尔的这个输入境的一个时间 抢到了一个时间 呃 下午4点半 对 抢到了之后呢 我们是从人转这边 呃 就是开车带他过去的 带客户到首尔输入境那边 是下午4点20分抵达 嗯 在5点50分即将下班前10分钟 我们完成所有资料的抵交 所有资料的抵交 客户在境内啊 应该当时是待了两个工作日 就中间间隔了两个工作日之后 嗯 在周五之前获批了 那这个客户为什么说他快呢 第一点是他转款 是直接是当天到达 第二 我们当天提交 中间隔了两个工作日 就意味着他周一开始办 呃 隔了两个工作日 就周四就已经获批了 四个工作日之内就拿到结果 所以说他是相当快的 对 那这个客户的办理速度 也真的是特别快 对 非常快 嗯 呃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相当快 我们还有一个慢的例子 是2022年 因为记忆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客户 客户呢 可能年纪也比较大 嗯 一个 他呢 是从美国打的款 当然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嗯 刚好打款的那个时间节点啊 是卡在了23号 12月23号 因为25号是圣诞节嘛 对 他们23号 24号就开始放假了 是 24号放假呢 中间又赶上了这个今年 是连续说连续放假的 所以呢 他这笔款呢 是其实中间耽搁了 大概一周的时间 才过来 嗯 之后 哦 他完成办理了 离开了这个韩国 那这一点上来讲 就是大家在打款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 各个国家不同的时效性 我相信这个东西 大家都了解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是 那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转款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对对对 非常重要 办理我们这个项目中 那你觉得在转款上 还有一些细节上 需要注意的事情吗 转款细节上的话 对 有这么几个点 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填写信息的时候 因为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银行那边 可能会给到一张纸质的表格 让手动写写 第二种呢 是这个在手机上输的输入的 一般容易出错呢 是纸质在写的时候 有可能会写错名字 这个一定要注意 在打款之前纸质表 或者手机上的话 一定确认一下 汇款人和这边接收人的名字 信息是否正确 确认清楚啊 第二点 第二点呢 是 转出款和转入款的这个币种 记住啊 转出款和转入款的币种 转出款的一般情况下 客户在选择的都是美金 但是转入款呢 根据手机银行的这种 自动识别的一个属性上 转到韩国 有的手机银行是直接兑换成当地货币 因为你没有调整的话 它直接就是当地货币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转入款也要按照非韩币 比如说我们转出的是美金 那转入一定调整 美金 美金转 美金到 不要出现说转韩币这种 转错了 大家不会耽误时间 当然我们也会提醒到客户啊 第三点是有的客户 他的确在有持有海外的账户了之后 他其实不太清楚 他的账户的限额是什么 因为可能有一些国家的 各个银行之间的限额是不一样的 那希望您在转款之前 一定跟银行的客户经理 或者说银行负责人了解到 我这张卡片 他转款的时间 限额分别是多少 了解清楚之后 这样不耽误 就是您转款的一个时间 这样一个情况 那在我们项目的办理过程中 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 我想一想 有 有一组 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啊 其实办理的客户很多嘛 有一些客户很着急 留在这边滞留的客户 当然也有一些 在这个过程中 我印象中有一组客户 他是两位年轻的这个父母 带着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年纪比较小 当时呢 是其实客户的这个 已经货批了 他卡片已经到手了 只是说在这边刚好玩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吧 可能凌晨的一点半两点 大概这个时间 客户呢 是直接给我的韩国手机号打电话 很着急嘛 就告诉我 说这个小朋友有点发烧了 那我这个时间点 能不能跟他去一趟医院 因为他的这个语言不是不通吗 而且这个点的话 可能的确是他想找时间 也不好找 就联系到我了 客户电话打过来呢 说实话 这个时候我有点 韩语的话 Town slow 你弄个 比较 对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当然咱 我们呢 也不可能说 去拒绝客户 所以呢 就是客户打电话过来之后 我里边是 非常快的收拾了一下 就直接去到医院 大概半个小时抵达医院 因为客户那边距离相对远一些 所以呢 去当时去的是 首尔的延视医院 因为他的医院是比较大的嘛 到首尔延视医院的这个急诊科 急诊科帮孩子这边去做了这个急诊 和引起检查 医生那边呢 说孩子没什么大 也给开了一些药物 基本上孩子在吃完药物之后 第二天就回复正常了 当天我们是两点多到了吧 应该是 凌晨的五点半才回去的 零五点半回去的 客户呢 对我们的这个反馈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也没有说是因为这件事情 说客户有收费想没有的 这个不用担心的 其实从服务上来讲 我们只是说 客户在这边 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会能站出来 我们能站出来帮助客户 说到我们韩国的医院 我个人是认为像我们韩国的这种医疗体系啊 报销制度啊 或者是整个服务啊 我觉得都是比较完善的 前年的时候呢 我是因为一些自己身体的原因在韩国动了一个小手术 然后在韩国是住院了一个周 像当时如果说我没有国民健康保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可能是需要是交纳人民币将近是三万多的一个治疗的费用的 五百六百万 对 不少 对 但是是因为我是有国民健康保险的嘛 所以是经过一个报销 我是只是支付了差不多是有将近五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费用 而且是在住院的期间 医院是会根据每个人的各种 个人的这种病情的情况然后会给你提供一日三餐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也就是说其实你大概有个六百多万的一个花费 实际支付呢是支付了一百万左右 是 那就意味着过销了百分之八十 对对 因为我没有住过院 所以我不知道医院还提供餐还给提供那个吃的这个这个不清楚的 我呢跟你的情况类似又不太一样 我没住过院了 我当时是来韩国应该是一二年的时候来的 呃那会儿啊当时我在国内是有校正过牙齿 校正过一半 当时校正了一年嘛 呃原以为可能韩国跟中国之间的校正牙齿不不通的嘛 就在医院先把那个拆了 嗯 然后在韩国这边呢就重新接受了这个牙齿脚症的一个治疗 嗯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可能对比吧 第一点就是说是关于这个提醒服务啊 嗯 我呢 之前呢肯定是每就是每个月都固定要在医院去这个紧一次或者调整一次 是 呃这边呢 基本上它是提前三天短信提醒 提前一天短信再次提醒确认时间 然后当天的时候呢 他会用到这个电话加短信的形式 跟您确认当天这个时间是否能到的 嗯 如果不能到呢 就再约一个比这一天稍微后一点的时间 或者说是再往后一到两天的时间会一直在帮你协调 我总我认为这个服务是蛮细致的 对对对事情细致的 嗯 第二个就是说是关于他的这个 呃 医生的手法吧 因为在呃 对比起来的话 我认为这边的医生他相对比较温柔一些 嗯 而且呃韩国的话 他比较注重于这个美观上 就美观上比较注重一些 嗯 所以他的话 尤其是在这个牙套的这个选择上嘛 更倾向于选择透明的 或者跟牙齿颜色一样的这种颜色 嗯 要不就是把他的这个外面体外贴变成内贴这样 外面其实就从外下来看没有什么显示的这种 哦 这个也是我认为还不错的 最后就是价格上 嗯 我们用的其实是一些相对于比较好的材料吧 嗯 价格的话基本上只有 只有 啊 价格可能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是蛮优惠的 因为时间过去都十多年了 我记不太清楚了 时间过去也挺久了 对对对对 那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韩国在这种基础服务上也是挺细致和周到的 是的 哦那说回到我们这整体的一个项目啊 嗯 我们办理项目的期间 客户咨询我们的问题 我们都一定会尽力去帮助我们客户去解决 如果说客户呢 想要在首尔进行一个旅游或者观光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客户 协助客户来制定一个我们在首尔的旅游计划 或者是去到福山呀 或者是去到基州岛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计划 然后嗯 嗯大凡是客户在我们嗯 入境韩国办理项目的这个期间 嗯有嗯过生日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都会去为客户提供到一个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个小礼物吧 也算是 然后并且我们在每完成接待一组客户后 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客户来填写一个满意度调查表 也是为了嗯更加的去嗯更加的去嗯优化我们的服务的质量 还有一个让让客户体验到一个更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嗯接待的一个对的嗯情况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其实在这个接待客户的过程呢 因为我们不单单说是去这个办理这项业务是 出办理业务是吧因为客户在这边那肯定会有一些游玩的需求嘛 虽然我们可我们是比较忙的情况下我们会 但我们能支持支持到客户哎我们介绍说你去哪里玩怎么玩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毕竟呆了很多年所以说只能说就是让客户去避雷嘛就所谓避雷嘛少绕一些坑嘛这样一个情况对嗯那我听说我们韩国的飞机航线是飞全球各地都有直飞的对吧那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是很多客户来选择我们这个办理我们韩国全球移居的项目吗首先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 以为这个国际化呃国际化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这个概念很早之前就有了嘛第二个就是韩国的一个地理位置他呢嗯所在的这个位置呃决定了他的大部分的航线去飞往欧洲也吧或者说是飞往这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都要经过韩国所以呢韩国飞往像美加澳这三个国家的航班是非常多的最早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客户他其实想飞往加拿大 嗯美国跟澳洲的话他买航班尤其是转机航班一定是从韩国中管的嘛嗯所以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其实我们从航线上来看韩国的话他首先飞加拿大主流城市有直飞航班第二飞美国所有美国境内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有直飞的航班第三我们再讲叫回国内 回国内的情况下主流城市只要有国际机场的基本上韩国都能直接飞回去也是直飞他不用转机的嘛所以这也是选择韩国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嗯那也有很多的家长哈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感到头疼的 那我们中间在办理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家长是为了选择韩国的国际教育啊或者是选择通过韩国办理韩国的身份来总发求生的这种道路我们会有这种案例存在吗 呃其实关于教育上也是经常非常多头疼的问题那嗯韩国的话我们办理完这个身份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就等于是多了几条选择 那我们来列举一下第一点当你持有韩国的长期身份之后其实孩子在这上他刚才不是讲有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12年义务教育吗 那之后他是可以上韩国就在不用高考的情况下作为外国人他是可以上韩国国内比较优秀的大学 比如说SKY 舒尔 高丽和岩士这些都是可以上的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说在韩国国内他读的是这个像德威呀查德威克呀包括一些龙山国际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国际学校 那他呢其实这些学校是和比如说英国呀美国呀澳洲的一些大学他是做那个呃联盟的吗那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学校进行一个跳吧去跳到呃美国的一些优秀的大学 第三个的路径是什么他在韩国读了这个中文的中文学校之后他是可以反过来再上到中国国内的这个大学的因为他这个叫黄先生年考去参加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生活但他可以考到考的一个考试通过这个考试他可以上国内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校 还有第四点就是说是办理韩国身份之后他相当于是持有了一个绿卡嘛那持有绿卡之后在国内的一些国际学校 就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国际学校他们是针对于这种持有绿卡的学生才可以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选择韩国的一个原因 嗯那在这个费用方面或者是入学的要求方面我们在韩国办理这些过程中是会有什么要求吗 呃费用上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学校因为他也是费用相对较高的嘛 呃首先他呀是这个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全阶段都有 而且呃他的整体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语言都是以英语和这个英系为主 不管是美国的这种联系学家还是英国的联系学家都是纯英文授课的 在学校里面其实你不太能听得到出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 嗯第二个啊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学校里面 因为他是真正的相对于国际化一些大部分的学生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啊 呃刚才有讲了说费用上嗯韩国这些著名的连锁的这个国际学校 他的费用情况下一般是两万到四万美金一年因为他跨各个年级不同啊 假设从幼儿园到这个高中那都在这个区间之内幼儿园可能比这个比比要比这个两万更少一些啊 就是第一个从小学开始的话都在这个区间之内 嗯所以如果说嗯孩子想上这个韩国这边的这个呃国际教育 那一定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孩子的这个英文水平到底如何 毕竟他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生活嗯沟通他用的都是英语 那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他都已经初中了在国内上的是国内的九年幼稚教育 那他现在过来要上这个国际学校大概率是上不了的 因为他没办法其实在学校进行一个正常的生活 而且会造成学生内心的一个自闭这种其实就是来找我们 我们也不建议他去上其实对孩子压力还是蛮大的呃关于这种的话就是 这种情况其实最合适的还是去做一下华侨生 因为孩子他在国内上的九年义务教育 因为国内的教育其实走的比较快的嘛 对那他在这边上这个汉城国际走的这个中文教育 那之后呢去反过来上国内的这个华侨生是比较舒服一些的 嗯对相信那呃很多家长也是想要通过把我们的韩国身份 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设定一个Plan B的这种计划 是的 是的 以上呢是关于韩国生活和韩国项目的一个整体介绍 嗯有一些更加细节和更加细致的东西 可能因为今天的时间原因呃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嗯之后如果说有其他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大家私下进行提问 我们会对以上问题的进行一一的解答 嗯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在韩国就等着大家哦 好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